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帮助我们解锁充电枪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技巧 那首先在充电枪这一段呢 由于充电枪的不同 它们的解锁机构的设置也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以我们今天使用的这把快充枪为例 它在枪的手柄的右侧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小圆孔 它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圆柱体的一个残望机构 那在我们充电进行的过程中呢 这个小圆柱体残望机构是弹出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的枪出现了异常所指的情况 拔不下来枪 我们可以找一个尖锐的物体 细小的尖锐的物体 它插进这个圆孔 你可以把这个弹出的这个圆柱体 向充电口一端波动 然后这个时候充电就会结束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把充电枪拔下来了 那在我们常见的这些充电枪中呢 还有两种形式啊 第一种就是在这个充电枪解锁按钮的下方 它会有一个空腔 空腔的内部呢 同样会有一个类似于弹簧的圆柱体一样的东西 如果这个枪一常所指 我们还是拿一个尖锐物啊 把这个圆柱体呢 向充电口一方向捅 这个时候枪也是可以拔下来的 另外呢 还有的枪 它会在手柄的底侧 或者是整个枪身的底侧 有一个细小的圆孔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需要找一个尖锐物 向上捅进这个圆孔 我们可以感知到 捅到的一个残光机构 那这个机构被触发以后 这个充电枪也是可以顺利拔下来的 那说完了充电枪呢 在车本身 它也是有一些解锁机构的 接下来我们以这辆车的慢冲口来看一下 那在车辆本身呢 尤其是慢冲口 绝大部分车型都会配备一个 相对应的解锁机构 以这辆车为例啊 它的慢冲口是在车辆的左后椅子板部分 那我们打开后复箱 就可以发现 慢冲口对应的位置 有一个小盖板 我们把盖板拿下来 这里面会有一个很显眼的颜色啊 这是一个拉锁 绳锁对吧 那这个位置 外面对应的就是慢冲口 如果慢冲箱被异常锁止 我们就拉动这个拉锁 这个充电枪就可以被解锁了 那在很多车型的快冲口呢 它们也是设置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一个解锁机构 那我们这辆车呢 它的快冲口啊 是被设置在了车辆的右前一的碗位置 我看了一下 很遗憾 它这个快冲口位置不具备一个解锁机构 那很多车型呢 它的快冲口是在车辆的正前方 车头的正前方这个位置 这种车型呢 大部分车呀 你打开机器盖 打开引擎盖 都会看到在这个位置 也能看到一个类似于拨动的一个机构 那这个位置呢 你拨动下去之后 是同样能起到一个解锁充电枪的作用的 和我们刚才说的慢冲口是一个类似的原理 那好了 这一期的秒总新知识呢 就到这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小妙招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